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以最适合学生兴趣的方式来教书 比如说他得知了我对音乐有热忱之后 就开始向我介绍具有意义和学自优美的华文歌 然后向我解释词语的含义 激发我对语文的兴趣 比如清花词 交换余生和微光 陈老师也有时会向我介绍华文电影和电视节目 比如简充学 由于我不太喜欢阅读黄的新闻 也修读文学 陈老师也借了我几本华文短篇和小说 供我阅读 学习可用在情境作用的好词好句 陈老师也时常发简讯给我 提醒我完成黄功课 由于我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 老师的促使在我学习狂的过程中非常有助 推动着我继续努力在些赛里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正足校的李培玄 可能我会往下看 因为我在看我电脑上的笔记 所以请别建议 首先我想分享为什么我喜欢上陈老师的课 我觉得陈老师很幽默 所以我可以把他当成朋友一样 跟他聊聊天 放松心情 然后他是我的华文老师 所以很自然的我会与华文跟他沟通 提高我自己的华文水平 所以有了陈老师的帮助 在去年的欧学中考试中我得了A1 所以多谢陈老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洋女子中学的王芷一 我喜欢上老师的课 因为老师的课生动有趣 老师不但会耐心地回答我各方面的问题 也会让我有机会发表看法 而不是被动地学习新的知识 或者是为了考试而使劲应备大量内容 虽然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 我们的课得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 但每一堂课都使我获益不前 因为老师会确保教课的速度刚刚好 老师也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鼓励我学习华文 并且帮助我在华文这一方面取得进展 当然 为了应付考试 老师给了我许多练习来巩固我的华文基础 老师也会在课堂上讨论各种时事话题 让我增广见闻 更加关注这些时事话题 但除此之外 老师也会通过介绍一些散文给我阅读 例如《尤经》的《细读世上人》这本书里的一些散文 来激发我对华文的兴趣 甚至会让我通过我所熟悉的华文歌曲的歌词 学习词语 在老师这一年来的寻寻山游下 我不仅体验到了学习华文的乐趣 也领略到了学习的真谛 学习词语